我原始的信道也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我的这两个部分的这个处理来讲 显然就已经要简单好多了 那么这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 因此我们的第四类部分响应系统 它一般主要是适合于什么样的信道呢 主要是适合于在一个隔织流的信道里面去使用的 那么进一步的大家也就可以分析得出来 那么第一类部分响应系统 它适合于什么样的信道环境呢 显然它适合于一个直流附近 频率响应比较良好的这样的一个信道 所以这两类系统它其实有不同的适用范围 那么同样的对于这个第四类部分响应系统来讲 它也存在乌码传播 那么因此实际的系统里面 我们通常还是需要把预编码这个环节把它给加进来的 那么大家知道预编码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消除CN前后符号的关联 那么最终使得我根据当前的CN可以直接得到最原始的一个BN 那么这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第四类部分响应系统里面的这个预编码 怎么来设计呢 第一类里面很简单 前后两个DN模2加应该等于BN 那么这还是这样吗 这就不一样了 我们的预编码必然是和我们的相关编码保持了一个意义对应的关系 那么否则的话它不可能得到最后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判决的一个方法 那么既然在第四类部分响应系统里面 这的这个AN做相关编码是前后相隔两个符号的AN相减 那么同样的在这呢 这个预编码呢 实际上也是DN和DN-2 对应的应该是相减 然后再取模2那么当然你对于模2来讲 加和减就是一样的 所以之后就变成了DN和DN-2做了一个模2加 那么对应的我当前的DN呢 就应该是当前的BN和前面的第二个DN-2去做一个模2求和 那么对应的就是这个实现框图 这的延迟变成了两个符号周期 那么再往下电竞转换还是不变 0-1变成了正负1的AN 那么再进一步往下呢 相关编码 相关编码的时候得到的就是一个CN系列 是前相隔为两个符号的AN相减 那么把这个关系式给带进来 考察一下 这个时候CN就变成了DN减掉DN-2的2倍 当然这个地方是一个算数预值 那么进一步通过理想低通 抽样 抽样以后我们实际得到的肯定是CN 那么你要根据CN再回过头来要判断BN等于多少 那么显然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利用到这个关系了 摩尔判决的时候我们需要得到的是BN 那么也就是他们俩摩尔加的一个结果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他们直接做算数减等于CN 那么这要算摩尔加的结果呢 无非就是什么呢 先得到这个算数减的结果 再取摩尔 所以最终是对2分之CN做了一个摩尔判决 那么CN的取值是0和正负2 那所以我们的判决规则呢 在CN等于0的时候 2分之0取摩2是0 CN等于正负2的时候呢 再变成了正1或负1取摩2等于1 那进一步的 如果假设CN在传播的过程中添加了造生 那么对YN去进行判决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YN的取值 应该是从负无穷到正无穷 当然它是一个高速变量 以0正负2为均值 那么显然这个时候和刚才的分析一样 我们需要划分一个判决区域 那么通常来讲 我们的这个判决门线 会划分在这几个点的这个终点上 那么所以最后这个门线还是取代正负1的位置 在正负1之间 我们认为CN呢就等于0 那么所以BN也等于0 那么在正负1之外 我们就认为CN等于正负2 那么对应的BN呢就等于1 那么最后我们还是拿一个具体的一个序列 来把刚才所有的这个过程我们来走一遍 最原始的BN和刚才一样 那么第一步就是预编码 那么现在这个预编码的时候 我们要假定的初始条件不只是一个DN符号 现在我们需要同时假定初始的两个DN符号的取值了 那么因为对于第一个DN来讲 如果这是1对应的DN呢应该是1和前面的第二个符号 去做一个摩二加 那么1和0做摩二加得到1 那么10还是1 那么这个1和这个1得到了0 那么一次类推 得到这个DN序列以后 把它转换成为一个AN序列 那么0变成了负1 B变成了真1 那么再进一步往下 相关编码求一下CN 真1减掉负1得到的是真2 那么同样这个也是真2 那么在信道上传输 同样判决我们得到的是对CN判决的一个结果 那么进一步对应最后的BN的结果呢 正负2都对应的是BN等于1 那么0对应的BN等于0 那么显然这个处理过程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 那么基于对第一类和第四类部分响应系统的讨论 那么最后我们就可以来 对整个部分响应系统的处理来做一个总结 这些部分响应系统 其实他们的思路都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通过对AN这个符号序列 去做一个相关编码 那么得到一个CN序列 通过一个等下的理想地通滤波器去进行传输 那么接收端要根据CN把AN恢复出来 那么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相关编码 其实也就决定了 在接收端去做抽样的时候 我们对应的符号间干扰的类型 那么通过这种符号间干扰的人为引入 我们可以在保证传输带宽不变的情况下 得到一个物理可实现的一个系统 那所以关于这个部分响应系统的定义 其实也就是这个部分就是里面的相关编码关系的定义 那么这个相关编码的表达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式子统一的来代表它 任何一个部分响应系统 它的相关编码都可以看成是这样的一个先行核的一个运算 对前后相邻的N个符号 我们去做一个先行核的处理 每个符号前面都有一个加权系数 这个系数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 可以取一也可以取二 那么当然进一步的我们还可以把它写成这样一个求和级数的形式 那么加权系数不一样 我们所用到的这个N的个数不一样 那么对应的部分响应系统 最终它的这个传输特性就不一样 但是它的带宽保持不变 那么前面我们讲的这两类系统 都是两个符号之间的一个先行运算 那么其实也可以扩展到更多的符号之间的先行运算 那么前面讲的AN就是一个二进制的状态 就是正一和负一 其实AN不见的就是二进制的 AN也可以是多进制的 那么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结论是这样的 关于这个AN和CN之间这个电瓶数的一个关系 那么前面的两个例子里面 AN是二进制的 那么两个AN符号做运算以后 它是三个状态 是三电瓶的CN 那如果假设AN是多进制的 比如是L进制的 那么CN的电瓶数会是多少个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公式 去把它直接算出来 最终的这个电瓶数和L有关 还和什么有关呢 和前面的这一个加选系数的摩执有关 最终两者共同决定了CN 它所具有的电瓶数 那么所以通常来讲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公式去算一算 那么进入这个相关编码 进一步的其实也就确定了这个系统 它的时域和频率的响应 那么首先对应这个线性核 那么时域的冲击响应 也就是N个CN函数的一个线性核 那么这个下标 这个负的这个搬移 其实也就对应了我们这的这个 时间上的搬移是多少 这是1,这就是K等于1 这是N减1,这的K也就等于N减1 那么这个WK呢 对应的就是我这的这个加选系数 W0到WN减1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这里面的每个AN对应的 就是个渗可函数 那么下标就对应的是渗可函数 它在时间上的搬移而已 那么对应的平常呢 每个渗可函数对应的就是一个门函数 一个地通绿波器 那么这一项决定了这个门函数 它的这个十一的这个特性 也就是它的相平特性 那么这一项对应的是前面的架权系数 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写成这个 分段函数的形式 所以在带宽范围之内 是若干个十一因子的一个线性核 那么带宽范围之外 它就等于0了 那么最终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 一般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框图 来定义任何一个部分响应系统 这就相当于是个横向逆波器 我们的相关编码 其实就类似于一个横向逆波器 输入一个AN序列 然后通过各级延迟环节 每一级的延迟都是一个符号周期 延迟了以后和对应的架权系数相乘 求和得到CN 那么这个离散的CN序列 等效是通过了一个带宽为W 也就是符号数率二分之一的 这样的一个低通率波器 那么在输出端做一个抽样盘据 得到了CN之后 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求得 BN的这个取值 那么最后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列表 那么对各类我们实际应用中 经常使用的几类部分响应系统 我们再来做一个对比 在实际的应用里面 通常我们的部分响应系统有五类 那么可以分别用一二 后面也还有三四五 这样的符号去标识他们 那么这为了作为对比 我们还把这个 理想低通率波器 作为领类部分响应系统 也把它列在这儿了 那么前面已经说出来 看到了我们要定义部分响应 就只需要定义相关编码 而定义相关编码呢 其实我们只需要定义这几个加圈系数 所以其实 这我们给出这几个加圈系数 也就意味着这几类部分响应系统 已经都已经给定了 对于低通率波器来讲 它没有做相关编码 所以只有W0等于1 CN和AN是相等的 实际上是个渗口函数 主办的宽度是两倍TS 频率上呢 带宽就是纳格斯德带宽 那么第一类部分响应 前面我们说了 相关编码是AN加AN-1 这两个加圈系数都等于1 所以得到的这个 实际上的冲击响应 两个性能函数叠加 可以看到这个主办的这个宽度 是三个符号周期 对应到频率上 我们就只化了正频率 一个扩散因函数的四分之一个周期 那么CN的电频数呢 是三个 电频数增加了 这是第二类部分响应 121 对应的是 前后相邻的三个符号 做线性运算 求和 那么对应的这个 它的响应的波形呢 三个性格函数 波形叠加 紧挨着 所以我们合成了一个主办 这个主办的宽度 现在变成了四个符号周期 那么 在频率上来看 这个响应和这个响应 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呢 由于现在是前后三个符号相加 它的电频数 增加到了5 那么再来看一下 第三第四和第五类部分响应系统 都是三个符号相 这是三个符号相加 那么这有个减1 那么可以看到这 它就有两个峰值 那么对应到这 来频率上来看呢 它的直流部分的响应 有所下降 这是第四类 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一个峰值 再一个峰值 那么对应到频率上 那么直流部分的响应 是为0的 再来看一下 第五种 当前符号 前面的第二个符号 前面的第四个符号 做线性运算 那么这两个负1 对应这两个位置 这个正暗了 对应这个位置 那么在频率上来看 虽然实际上的波形 和它不太一样 频率上其实没有 特别大的区别 但是呢 它的电频数呢 也是五个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五类部分响应系统里面 只有第一类和第四类 它的电频数是三 而其他几类的电频数呢 都是五 那么最后 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 这几类部分响应系统 它的共性和区别在哪呢 它们的共性 显然就是带宽一致 只不过是基于原始的一个门函数 我则让它具有不同的 这个实验特性以后 再去做现行一致 那么导致最后 我出来的频率响应的形状 不一样 带宽没有变 所以频率利用力 始终保持在这个理论极限值上 那么它们的区别在哪呢 频率的结构不一样 对前后符号的干扰不一样 因为这个前后 对前后符号的干扰 就取决于它的相关编码 但是可以看到 其中最典型的两类 第一类系统 频率能量集中在低频段 所以它适合于一个什么系统 系统呢 适合一个可以通过 直流分量的一个系统 第四类呢 没有直流分量 电频分量也比较小 所以它适合于一个 隔直流的一个行道 那么再有就是关于这个 编码之后 这个CN这个电频数的一个问题 对于这个电频数 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注呢 我们可以大致的来 简单的电信的来分析一下 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电频数会决定什么呢 这个电频数实际上决定了这个系统 它抗噪性能的这个优劣 那么这几种系统 我们看这个部分响应系统 前面我们只讲了它的好处 平淡利用率特别高 那么你还是物理可实现的 事故这个系统非常的完美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当我们设计这样一个有效性 得到改善的一个系统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付出了代价的 这个代价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系统可靠性的下降 或者说它的抗噪性能是会有恶化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恶化呢 我们大致可以从这个讯息图上来 简单的分析一下 在做相关编码的时候 显然虽然我们传递的这个电频数增加了 但是我们传递的信息量没有变 我们基本上还是一个符号对应一个比特 那么没做相关编码之前 一个符号对应一个比特 那么AN取正负一 那我们算一下 这个时候 一个是正一 一个是负一 那么我们算它的平均信号工具是多少 显然这个时候我们对应的P应该是 等于一的 那么这个系统它对抗噪性的融线有多大呢 那么正负一既然我发送序列 那么显然通常我们会把判决门线 设在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我大概能够得到的噪声融线 就是一的一个噪声融线 或者换句话说 如果噪声的幅度大于一 我会发生错误判决 小于一 那么没有关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到了部分响应系统里面 就以这个第一类部分响应系统为例 那么现在我们发送的电频数应该是三个 零 正二和负二 信息量没有增加 但是这个时候 它的抗噪性能和它对应的功率会有改变吗 那么我们暂且就先固定噪声融线 我们在这的噪声融线是一 那么在这 我们现在判断一下 判决门先放在正负一上 那么很显然这个噪声融线呢 还是一 也就是说 基本上这个时候的 这个对抗噪声的能力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 其实严格来讲也有变化 为什么会有变化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于这个零来讲 我两边都受到了一的限制 而对于我原始的这个符号来讲呢 我只有一侧受到了一的限制 所以实际上 这个系统它的抗噪性能还是要稍微差一点的 即使这个距离没有变 但这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它功率的变化 我们来算一下 这个系统里面 它的平均信号功率是多少 现在幅度是正2负2和0 这两个信号 功率是非0的 那么是2的平方乘以什么 概率是四分之一 但是呢还要再乘以2 显然它的功率等于2 那么也就是说 即使他们想要获得 类似的一个抗噪性能 部分响应系统 它由于电频数增加 它必然需要更高的发送功率 这实际上意味着这个系统的可靠性的一个下降 或者反过来 我们这个系统 如果想用同样的一个发送功率进行发射的话 那么你采用部分响应的时候 显然它的抗噪性能是会有所恶化的 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 当我们在选择这个部分响应系统的时候 显然我们希望选择 电频数增加比较少的这种系统 那也就是这的第一类和第四类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专门把这两类系统拿出来做这个讨论的这个原因 那么关于整个部分响应系统 我们就讨论到这 最后大家回去以后 这个部分有一道作业 大家回去做一下 是5.19 那么我们进一步 往下讨论 也就是这一章的最后一个问题 符号同步 符号同步的概念 大家才在前面应该已经接触过 在最开始 我们介绍一个系统 一个模拟系统和一个数字系统的区别的时候 就曾经提到过 数字通信里面其实有一个缺点 是什么呢 就是它对这个同步是有要求的 那么这会导致这个系统会做的比较复杂 为什么对同步有要求呢 数字系统 我们信号是以符号为单位来进行传输的 那么我们是固定一个符号周期TS 每个TS里面我发一个符号 我接收端相应的去做一个判决 那么因此 接收端 它必须要首先获得一个 每个符号的周期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还要获得每个符号 它的起始位置的这个信息 你只有知道每个符号有多长 每个符号从哪开始 你才可能去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去抽样去判决 那么其实也就是我们前面 在讨论 符号线干扰问题的时候 确定了说的这个抽样脉冲 这个抽样脉冲就决定了 我们到底在这个每个符号的波形 哪个位置上去做这个采样呢 那么前面的分析没有讨论的问题 认为缺损是已知的 但实际上一个真正的系统里面 必然需要通过某种方式 去获取这个信息 那么获取这个信息的这个处理 我们就称为是符号同步 或者称为是这个定时恢复 或者叫做时钟恢复 那么这里面要恢复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呢 显然 这个信息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式子 来描述 其实我们需要确定的是一个 最佳的一个抽样的一个时刻 一个是TS 这个TS对应的就是一个符号的周期 也就是我们的符号数率 还有一个信息呢 就是这个套零 套零意味着什么 其实就对应的是从发生端到接收端 我的这个食言的这个大小 大家会觉得奇怪 这个TS不是一个已知的条件吗 为什么我还得到接收端来确定它呢 我们设计一个系统 符号数量按键就已经给定了 那么你还去求它干嘛呢 那其实也是因为一个实际的系统 其实这个TS并不是非常准确的 我们设计一个系统 我把这个符号数量定义在1000波特 那么也就是说一个TS应该是一毫秒 但是所以这个一毫秒的这个周期 是由实际的时钟产生出来的 大家都做过电路实验 用过金针 一个金针的频率 你想让它固定在1000赫兹 能够绝对做到吗 你实际实验的时候 它肯定是上下波动的 要么990 要么1010 要么105 而且它还会飘移 现在是1000 过一会它就变成了990了 再过一会又变成1001了 那么因此 这个时钟的这个频率 本身它就会有变化 所以即使我的人为设计 我固定在1000 那么真正实际信号里面 它也不见得就真的就是1000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的接受端 势必须要通过某种手段 那么再把这一个信息 也就是我当前到底 准确是几的这个信息 把它给提取出来 那么具体实现的方法是什么呢 具体实现的方法 有这样几种 一种就是 由一个系统来提供 通常对于一个比较大的网络来讲 这个网络里面有很多个通信节点 它们彼此之间会有很频繁的通信 那么我们如何在 各个节点之间 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 符号同步的一个状态呢 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 我直接提供这个时钟信号 我设某一个组节点 让这个组节点能够产生一个 比较稳定的一个时钟信号 然后呢 再把这个时钟信号 送给其他的所有节点 那么这就可以保证 所有的节点都是同步的 如果一个节点 这个位置 我收到这个时钟 它变快了 那么其他所有的节点呢 通过接受这个时钟信号 它的工作的这个速度 也都可以更加增加 那么显然这种方法是 比较简单 也比较有效的 但问题就在于 你需要消耗额外的资源 你必须除了我实际的 传数据的链路以外 你得专门分出一部分 线路资源来 专门去传我的时钟信号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我发送 对一个 一对呢 一个端到端的一个系统 比如一个单一的 一个发搜的 这样的一个通信来讲 我们也可以让 发端在发数据的同时 内嵌一个时钟信号 或者是它的对频信号 那么在接收端呢 我直接通过一个 载载滤波器 把它提起出来就可以了 因为说到底 这个符号同步信息 这个TS和套宁 它们对应的是什么呀 其实对应的是 这个一个 频率上来讲 我就对应的是一个频率 就是TS分之一 这个频点的一个抽样 这个冲击 那么这个套宁 实际上就对应的是 它的这个相频特性 那么因此 如果假设我们 实际上发个时钟信号 对应到频率上 就是一个离散谱 你把这个TS分之一的离散谱 提取出来 你就可以用它来进行这个 当我们的抽样时钟了 这一点再讲 数据带信号的功率谱的时候 应该给大家提到过 一个数据信号的功率谱 如果里面有离散谱的话 最有用的是什么 显然就是TS分之一的这个分量 因为这个分量里面 就包含了我们的时钟信息 但是在大部分 实际的数字积带传输系统里面 由于这个AN的均值通常为零 所以这个离散谱通常是不存在的 那么因此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就需要 通过一些数字信号处理的手段 用自同步的方法 从这个接受的数字积带信号里面 那么人为的产生这个时钟 并且把它提取出来 那么这就是这个第三种 符号臀部的方法 我们假定拿到了 一个接受信号 理想的发送信号和造成叠加 那么这个ST呢 我们假定均值为零 循环平稳 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 数字脉冲幅度调制信号 AN为幅度 XT是它的脉冲的国企 那么显然 如果要是假设AN的均值为零 这就意味着 这个信号里面 它本身是不存在这个离散的时钟信号的 那因此 现在我们就需要通过某些处理 那么 人为的把这个时钟给产生出来 其实需要获取的是什么呢 这个频率的信息 对应的相位的信息 这是我们要做到的这个 最终要得到的一个结果 那么具体怎么来处理呢 我们就可以介绍两种比较典型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线谱法 我们还是希望通过某种信号处理的手段 根据ST 把时钟这个离散谱分量 直接把它产生出来就好了 那么既然想产生出这个离散谱 显然 首先我们就需要 把ST 把这个原始信号的这个均值变成不等于 因为离散谱之所以不存在 就是因为原始的这个接待信号 均值为零 均值为零就没有离散谱了 那么现在我们想产生离散谱 首先你产生一个信号 均值不为零 那里面有TS分之一这个频谱分量就可以 那么怎么产生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直接对ST取平方就好了 ST增幅对称 所以均值不为零 那如果你取了平方呢 它都是正的了 均值就不为零了 那我们从理论上来推导一下 里面真的存在这样的一个 TS分之一的离散分量吗 ST本身就是一个求和极数 是个数字迈从幅度调制信号 现在是两个ST相乘 使用两个求和项相乘 很复杂 从外面我们求它的数学期望值 那么显然可以把这数学期望楼到里面来 先做运算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一项 现在是AM乘以AN 求数学期望 那么这一项求数学期望 应该等于什么呢 那么相当于现在我们是 EAM乘以AN 求数学期望 我们可以写 通常认为AN前后符号是独立的 那么因此对他们俩的成绩 求数学期望 我们可以分别写成EAM乘以EAN 当然只有在M不等于N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么拆开 那么看一下这一项等于多少 它的均值是为0的 这是因为AN的均值为0 所以我们ST的均值为0 所以他们俩的成绩肯定是等于0的 那么也就是说 在M不等于N的时候 我们对应的 这个求和项里面的这个数学期望值都等于0 那么只有什么时候不等于0呢 M和N完全相等 那也就是说 这个两个求和项相乘虽然很复杂 但实际上里面的所有交叉项都为0了 最后剩下来的是什么 就是M等于N的这一项 最后又变成了 简化成了一个求和 那么当M等于N的时候 这两个部分也可以合并 就变成了这个XT的平方了 到这一步往下就比较简单了 前面这个系数可以先不考虑 专门我们主要来观察一下后面这一项 我们可以把XT的平方 看成是一个固定的确定的一个信号波形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求和意味着什么呢 每次把XT的平方这个波形 做TS整数倍的一个实验 然后再相加 这个信号是个周期信号 我们已经在好几个地方 都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那么无一例外 我们都利用了它是周期的这样的一个特性 那么在这也是一样的 这是个周期信号 那么既然我每次是做的TS的一个整数倍的搬移 那么显然它的周期就是TS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把它 转带成为一个复式极数 那么或者从频率上来讲 这个信号的频谱 它的形式基本上是已经确定下来了 这个信号的频谱 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呀 对于任意的一个周期信号来讲 它的频谱都是什么样的 都是离散的 我们如果在频率上来看一下 任意一个周期信号的频谱 它是什么样的呢 一定是离散谱 而且只包含离散谱 这些离散谱是怎么分布的 可能林平这个附近有一个 那么然后在哪些位置呢 在它的基频 以及它的高次斜坡上面 可能都会有 那么每一个充气的这个强度 或者说这一个分量的 所占的比重是多大呢 显然取决于我们这个系数这个C Cn的这个大小 这是C0 这是C1 这是C2 取决于这些系数的大小 那么当然不同的周期函数 这些系数它的取值是千差万别的 很多Cn往往最后都会等于0 那么所以虽然理论上 我包含无限多个离散的频谱分量 但实际上呢 很多周期函数里面 可能它包含的离散频率分量 是非常有限的 那么我们现在想要的是什么呀 我们现在想要的显然是这个分量 TS分之一的分量 这个分量就是我们要的时钟信息 那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关注的是 这个C1会不会等于0 因为只有C1不等于0 这个分量才会存在 我们才能够从里面把时钟给提取出来 那所以进一步往下来做一个推导 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周期信号 那么对于屏域上的这样的一个离散普分量 那么其中的这个C1 到底是否等于0呢 那么我们先从Cm的一般表达式来做一个分析 这是根据这个富士奇数的定义 求细数Cm的一个运算公式 我们在一个周期里面 对这个周期函数 乘以这个福指数函数以后 它的成绩来做积分 那么再往下的推导 我们大致讲一个思路 就不给大家做非常详细的分析了 那么大家可以自己下去看我们的教材 我们做个变量代换 做了这样一个变量代换以后 这个时候这个积分区域就会发生变化了 对于里面的每个求和项来讲 这个积分区间都正好不一样 正好错开 那么它所有的求和项的积分区间连在一起 就变成了成负数的正不穷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的背级函数 就不是一个求和项了 就是一个单一的一个函数了 就是xt的平方 那么直接乘以这个负值数函数 实际上是这样的 我们对应到平义上 直接把它转换到平义上 就变成了大xf和大xf经过 ts分之一整数被搬移之后的 这个函数做一个平义上的积分 那么到这一步 我们就可以比较明确的分析出来 这个cm到底会不会等于你了 因为这个xf是什么呀 我们又回到了xf上面来了 这个xf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通过 发送滤波 信道和接收滤波的一个处理之后 它们产生了一个总的一个 频率响应特性 那么在讨论这个Legos的利益准则的时候 我们提到过 这个xf应该是什么样的 分段平义叠加 它应该是什么 应该等于很等于一个常数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就不会有符号间干扰存在 那么当时我们还提到过 这个xf一般它的宽度应该是多少 它不能太宽 它可能要大于这个符号速率的2倍 但是一般不会呢 比这个符号速率的 不会比我这个符号速率更大 因为我们需要考虑到这个系统的有效性的问题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 这两个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先简单的随便换一个xf 我们假认现在它的宽度就是 ts分之一是我们的符号速率 那么进行这样一个xf 那么后面这一项怎么得到呢 通常左右对称 ts分之m减f 你可以转行过来 f减掉ts分之m 那我们先看m等于1 如果许m等于1 相当于整个波形往右搬 就搬到这来了 这变成了ts分之2 它们俩相乘 它们俩相乘主要是哪个部分相乘呢 简单主要是中间这个重叠的部分 它们俩相乘是会有非粘值的 那么所以很显然在w有这个系统 它的带宽等于ts分之1的时候 那么这小m取1 那么不管是正1也好 负1也好 我左右搬 它们都有一个非粘的重叠部分 这个函数的成绩是不为0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c不等于0 那么既然c不等于0的话 也就意味着 我们可以提起出这个时钟分量来 但是如果假设m继续往下走呢 也就是如果假设我们取到m等于2呢 如果m等于2相当于把整个波形 往右边搬两个ts 那么这个时候得到是哪 就到这来了 那么显然只要m大于等于 这两个波形就不会有重叠 那么它们相乘 就是等于0了 这是这个带宽等于ts分之1的情况 那如果再看一下带宽更窄 带宽等于2ts分之1的情况 这个时候会有什么问题 那即使我们取到m等于1 可以看出来 即使你取到m等于1 这个波形也跑到这来了 它两相乘呢 也不会有重叠的部分 那么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xf等于0 即使这个 我们用这种线补法 即使这个信号它是周期性的 但是呢 它的这个ce这个分量 也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可能 用这种线补法了 那么总结一下我们这的这个分析 具体用线补法来提取一个信号 它的这个时钟分量的时候 怎么来处理的呢 我们拿到一个原始的信号st以后 就对它求平方 那么求平方以后 显然就可以看到 在它的这一个频谱密度里面 我们是可以找到ce这个时钟分量的 那么直接通过一个载单滤波器 把这个时钟分量单独滤出来 那么也就是说 你单独把复式极数里面的ce这一项 把它单独滤出来 那么我们只取十步 那么自然你只取十步的话 其实也就是说 我们最后得到是一个 扩散函数的一个波形 这个扩散函数的波形里面 现在有什么信息呢 有ts的信息 有套零的信息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ts有了 那么关键问题在于 套零怎么确定呢 我们通常你从实际操作里面来讲 可以取同一个斜律方向的一个过零点 这个过零点的位置 一般我们可以直接提取出来 那么看一下 假设我们就取一个周期里面 二分之π这个点 那么扩散也正好过零 那么取这个点 作为我们的这个 关锁的位置 那么 那也就意味着 整个这个项位 应该是在二分之π 这个位置上 那么当然其他周期上 我们直接叠加个二πk就可以了 从这来看 如果假设是提取的是 这一个点的话 我们最终得到的 这个十个t 是什么呢 是k倍的ts 再加上套零 再加上四分之ts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一个十个 其实对应的 并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 前面的这两个分量 对应的十个上 而是多了一个 四分之ts的一个 十移 那么因此 我们应该返回头来 再把整个这个位置 再往回半移四分之ts 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做了一个 项一的一个补偿 不过这个时候 做这个项一的补偿很容易 因为ts我们已经很明确了 那么只是具体的在一个ts里面 到底我这个点定在哪 那么我往回一个四分之ts 这是很容易做到的 那么因此把整个这个流程 总结一下 在真正优先普法 去做这个抽样的时候 我们最终得到的是 这样的一个结构 接受上面这一个分支 其实就是我们正常的 接收的处理 得到一个接收信号以后 通过接收滤波器 在这个位置产生的就是我们的yt 那么也就是st加上nt 后面要做抽样判决 那么我们要通过下面的这个 线普法去提取出一个 时钟信号 来控制我的这个抽样器 在一个合适的时刻 去对我的接收信号去做采样 那么下面这个部分 对呢就是线普法的一个流产了 我们甲林从这提取出来的信号 用这个V1来表示 首先它要通过一个平方率的器件 其实也就是对这个信号取平方 取完平方以后 里面就已经产生了一个 ts分之一的一个频率分量 那么因此我们进一步的 通过一个载带滤波器 把这个分量 频率分量单独把它提取出来 那么由于这个地方 有了4分之ts的一个延迟 那么进一步的 我们通过一个一项电路 再补偿一下 那么让它回到这个 我最理想的这个抽样的位置 那么产生这个定时的这个输出 那么在很多具体的实现电路上 往往还会把这个载带滤波器 再进一步的去做一个细化 通常它可能会包含了 这样的两极电路 那么首先第一极 就是一个载带滤波器 但是这个载带滤波器的 载带滤波特性不见得非常好 它的Q值比较低 Q值是什么 大家知道吧 一个滤波器的Q值指的是什么呢 它的中心频率比上带宽的笔值 这个笔值通常越高 这个滤波器越难做 如果笔值越低呢 滤波器做起来更容易 那么所以这个地方 主要是为了降低复杂度 我们一般会 首先采用一个Q值比较低的 载带滤波器 那么你要是Q值比较低 就意味着它的带宽不够窄 不够窄的话 可能就会引入额外的噪声 那么这个性能可能会比较差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在后面接一击写锁向环 锁向环的用途很多 那么用在我们这 它有两个作用 一个就是它就相当于一个 等效为一个Q值比较高的一个滤波器 那么再一个呢 锁向环是可以做这个向位和频率跟踪的 其实我们在的这个向位和频率发生的变化 TS分之一载有一个小的波动 那么在锁向环的跟踪特性的 很好的情况下 我们的输出也可以保持一个 相应的一个跟踪 那么然后后面再移向电视 我们从波形上来考察一下 这是这个线谱法的 原始的这个信号的波形 这个波形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 我们讲 掩图的时候给过这个理想的波形 那么现在呢 如果要提取时钟 我们先对它求平方 那么变成一个均值不为0的一个信号了 那么进一步 把这个信号里面的这个 TS分之一的分量提取出来 我们得到了是这个扩散因函数的波形 我们理想的同样的位置 应该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在这个 一个符号周期的终点上 我的幅度取最大的这一点 但是按照我们刚才的分析 其实我们最先找到的是过0点的位置 那么因此找到这个过0点的位置以后 我们要往回再做一个偏移 四分之符号周期的一个偏移 那么找到最终的这个理想的一个位置上 那么确定这个位置呢 也就可以产生出我们的这个时钟信号来了 那么时钟信号 无非就是以这个位置 作为中心的一些一系列的载脉冲 序列而已 它怎么产生出来的话 产生的呢 就这样的线辅电路而已 我给定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门线 那么只有大于这个门线的时候 我输出唯一 小于门线 我没有输出 那么最后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 第二种同步方法超前之后的门同步方法 它实际上是根据眼图来做的 那么为什么根据眼图来做呢 前面我们分析眼图的时候 大家应该能够看到这种对称特性 对于我们最佳的这个抽样时刻来讲 可以看到左右两边和它距离相同的这两个点上 这个信号幅度的取值应该是一样的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假设我们来取前后这一个点和这一个点 也就是基于我的抽样时刻 左右各偏了德塔的这个位置上的这个信号的幅度 注意要取绝对值的话 这个差应该等于零 那如果假设我一个实际系统 我最开始我定时的位置不准 比如我往前偏了 那么以这个绿色为中心 左边德塔和右边德塔的这两个点的取值 很显然就不一样了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往前偏 这个差就会小于零 那如果是往后偏呢 这个差就会大于零 那么我们可以基于这样的一个误差的信息 那么反向去做调整 如果它小于零 我们知道我们时钟太快了 那么我们把它调慢一点 如果大于零 我们知道时钟太慢了 我们把它调快一点 那么这就是对应的这个电路的这个实现方案 YT 我们在假定当前有一个初始的时钟的时候 我们基于前面德塔和后面德塔的一个延迟 那么分别把这两个样点给抽出来 这两个样点给抽出来以后 要取绝对值 然后相解 那么通过一个低通滤波 平滑一下噪声 那么利用平滑噪声以后的这一个误差信号 那么去控制这个VCO的输出 Y3小于零 我们让输出变小一点 Y3大于零 我们让输出的频率更高一点 那么这就是它工作的一个基本原理 那么这个部分也有一道作业是5.20 那么到这的话 我们这一章就算讨论结束了 大家下个星期一上课的时候 哦不是星期一 应该星期六上课的时候 注意把这一章的作业给交上来 好吧 今天我们就到这 下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